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可以说这个男人真失败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孩子 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 对他来说应该是这么大的打击和失望了 但是就是这个坚强的女人 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得非常好 面对生活中所带来的困难 这并没有把他打倒 为了自己和孩子 他必须独自忍耐下去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 那么有人可能非常好奇 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他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舞蹈明星 真子弹 说起他的名字 相信大家都认识 他在很多电影中都带给我们很精彩的表现 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却没有想到世界上如此闯入了 他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负责任 而这个伟大的母亲就是鸟鸟词 曾经他们在一起认识 结了婚 刚开始两个人也是十分的幸福 当时的真子弹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 只是一个刚进入演艺圈的新人 不过在慢慢的相处中 他们发现了之间 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没办法解决 所以 这段婚礼没有过了多长时间 他们就分开了 其实像他们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多 两个人在一起 见到第一名就感觉是碰到了对的人 并很快的步入了婚姻 没想到结婚之后 才发现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心额不合 没办法他们又很快的离了婚 这就有了前面的那一幕 他独自生下了孩子 本来真子弹承诺过 一定会给孩子和他一些扶养的费用 但是最终因为他后来又组建了自己新的家庭 有了新的妻子 他的妻子也是一个非常有费用的人 并且他们又有了自己新的孩子 所以这个月间你就不当数了 他并没有去看自己的孩子 同样都是他的亲身骨肉 我们只能说这两个孩子 真的是待遇相差太大了 虽然说的 非有这个问题上 每个人都不缺那么一点钱 给他 目前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希望你还在成长 离不开做父亲的陪伴 而他就在这个问题上 考虑的太多了 他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那个孩子去考虑一下 这个父亲也真是当得太失败了 我们也非常为他还感觉真的很可怜 本应该都是同样的命运 却非常不巧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如今的他们围走出了那样的时光 梁静慈把孩子抚养得很好 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 但是他却要用自己完整的爱 弥补着孩子的过失 让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 本文有百家号老司机大话娱乐圈原创 转载请注明 老司机大话娱乐圈文中图片群来自网络 如有亲权请联系删除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娱乐八卦 欢迎点击关注 同时感谢您的评论和阅读